更新版的新疆供應鏈商業諮詢公告 由美國國務院、財政部、商務部、國土安全部 勞工部和貿易代表辦公室聯合發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當天的聲明中表示 中共持續在新疆等地實施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行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 中共仍在新疆進行強迫勞動 因此更新版的新疆供應鏈商業諮詢強調 與新疆有供應鏈和投資聯繫的企業 也面臨著更大風險 因為這些實體在新疆和整個中國 都參與了強制勞動和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 此外 新版《新疆供應鏈商業諮詢》 還更新了美國政府針對新疆問題的執法行動 和與之相關的行動清單 增加了與新疆有關的規和多經規供應鏈信息 同時提供了其他國家的相關監管規定 以及供應鏈中強迫勞動的信息清單等 布林肯表示 美國將繼續通過政府努力 與私營部門和盟國密切協調 對中共的暴行進行追責 新唐人記者 喬安綜合報導